中央选区蒙公路站 盐宽恒站在电脚箱 和选民打招呼备票 一开始戴卡通手套挥手 不过上头四根手指 刚好撞上林静怡的候选号刺四号 之后紧急替换成普通白手套 这里是杀戮人车最多的路口 盐宽恒林静怡不仅候选人 号刺一个四号一个五号 连跑行程备票都选择 疫情以后就近意味十足 甚至盐宽恒7号站车扫街宣传 继选人员仅说出这句话 南岛呼吁选民不要看电视 也是战略之一 这是大家自然选民的心 他们的心理的想法 不是我的战略 不过林静怡直言 至今为止媒体所揭露的 105号码头案南屯公保底维建 都是有评有据 至少到目前为止 不论是揭露他的这个仓库案的 这个直询的动作 或者是说包含揭露了维建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都是事实 所以多数的选民也会想知道 事情的真实状况到底是什么 严家违规是事实 盐宽的阵营却要选民别看电视 阻断消息来源 台中中二选区从空站转路站 双方候选人战况越来越激烈 在新王子宇审明这些人 在SN小组台中采访到